政經喜立録聲明 突破苦難,走過生命低谷 苦難使人體會生命之美 在一個傍晚的時候 有一輛裝滿夜後學生的車 很緩慢地正在向學校的路上開去 夕陽照著每個學生的面上都很累 大多數人都是閉目、血色 隨著搖房的校車慢慢進入夢鄉 突然之間 一聲巨響 驚醒了所有的人 發生什麼事呢? 有人就這樣問 但聽到司機很大聲地叫 我的腳啊!我的腳啊! 很多學生已經是直接走到車的門口 其中有一個很年輕的學生 試圖站起來 但無法動彈 顯然是他額頭上流血的傷口 令到他痛到入心是無法走的 沒多久就傳來救護車的鳴笛聲 將這位重傷的學生和司機送到醫院 而學生就黏了幾針 但仍然是要住在醫院幾天 真是此料不及 他甚至是擔心 能不能夠過得到明天 心裏面是非常之害怕 在生命裏面 你有沒有曾經經過無能為力的感受呢? 就像各位學生那樣 彷彿生命是無法計劃 亦無法掌握的 雖然你是做計劃 但事與願為 所以我們經常說 計劃永遠是趕不上變化的 而作為不願意訂立計劃的理由 雖然是這樣 但我們仍然必須要保持 千萬不要放棄 這一個這樣的信念 這些或者只是一個小小的測驗 或者是徐堂的練習 跨過去就好了 我們必須承認 有些事我們是無法掌控 畢竟我們不是上帝 但是我們應該要怎樣做呢? 很簡單 就是承認自己是有限的 然後享受生命裏面的功課 在新約聖經裏 薩蓋是一個有錢人 專門幫羅馬政府去徵稅 當時的稅務制度 不像今天那樣成熟 是採用公開投標制 舉個例子 假設台北市要開徵稅金 有人提出 一年可以收到五百萬 但另一個人提出 可以收七百萬 後者的金額比較高 一定是由他得標 所以他必須要 考納各種稅款的名目 來徵收稅金 而所徵得的稅金 必須要達到七百萬 羅馬政府並不在意 稅款的徵收方法 重點是 你能否達到你的目標呢? 通常稅利徵收的稅額 不會是剛剛好達到目標的 一定是出多好多的 因此各類無理由的稅目 就開始出現了 這些也是殺該 為何這麼快成為有錢的原因 雖然他擁有很多財富 但他並不快樂 因為他人際關係不好 沒有人喜歡他 或者因為他幫那些 異族的政府辦事 時時就被猶太人 罵他是賣國賊 羅馬鬼仔 在這個人際上 可以說是完全被孤立 這日耶穌經過村莊 而很多人圍著他 殺該他是一個財主 見過各種不同身份的人 不過他不明白 為何耶穌如此受歡迎 可以確定的是 他也期待能夠擁有 像耶穌這樣 棄與牽繁的生命 而且是這麼受歡迎的人際關係 因為殺該的身材矮小 人群又多 他是無法 走入去人群當中 親眼見到耶穌 於是他爬上去一棵桑樹 想看看耶穌的路山真面目 很不容易才爬上去 那頭一突出來 看看究竟的時候 耶穌居然出現在他眼前 耶穌看著他 對他說 殺該你快點下來 今天我要住在你家 好,我馬上就下來了 殺該實在太興奮了 還有覺得不可思議 耶穌不僅知道他的名字 而且還說要住在他家 這麼多年過去 家裡很少有客人來探訪他 因為很多人都不喜歡他 也不接受他的職業 所以當耶穌這樣說的時候 他實在太感動了 雖然耶穌這個舉動 引來很多人的意臨 但是耶穌是要協助殺該 另外突破生命的困境 在薩哥和耶穌相遇的那一天 他突然之間反省過去的作為 和被人排斥拒絕的原因 他必須做一個決定 改變和突破 於是他告訴耶穌聽 兩個重要的決定 第一,就是把自己所有的財產一半 捐給窮人 第二,他如果欺詐了哪一個 他就願意還給那個人四倍 其實在薩哥的心裡 有三個自我的對話 當耶穌進入薩哥的生命的時候 薩哥的心裡就產生了三個自我對話 也因為這三個自我對話 就使得他由低潮進入到高峰 由沒有希望去到有希望 由絕望去到盼望 甚至讓他自己可以重新出發 第一個自我對話 原來人生還是有重新開始的可能 這是薩哥的第一個自我對話 人是群居的動物 當一個人被隔離的時候 將是多麼可怕的事 當薩哥的人際關係破碎 沒有人喜歡他 他的生命顯然是空洞的 雖然有錢有勢 但是心裡是不踏實 或者對薩哥來說 他早已預備這一世是這樣的 但是耶穌令他經過原來人生 還有重新開始的可能 第二個自我對話 我的生活 開始要重新整理改變 這是耶穌進入薩哥的生命中 他第二個自我對話 在網絡的瀏覽器中 有一個重新整理的按鈕 就是Function 5 只要你按下它 就隨時可以更新所有的資料 如果要心以更新而變化 這個更新就是Renewing 是一種持續性的動作 事實上這個是重新整理 當耶穌主動去薩哥的家裡吃飯 這個就代表接納 耶穌知道薩哥的困境 聖經說 忘記背後 努力面前 向著飆桿直跑 無論我們的處境是怎樣 光景是怎樣 甚至經歷很多過去的失敗 但是上帝接納我們每一個人 通常在每次破碎之後 首先要做的 就是重新整理 第三個自我對話 遇見耶穌後 竟然產生行動力 薩哥用行動證明第三個自我對話 在他內心產生了一個行動力 我相信 那個不只是一個感動或者衝動 更加是一股的力量 對於一個財主來說 多少財產才夠呢? 答案是無限 財主絕對不會嫌他的錢太多 反而覺得越多越好 但是他竟然願意捐出一半的財產 甚至要四倍還給那些他曾經敲詐過的人 這個行為實在太不可思議 難道殺該未遇見耶穌之前 不知道這個秘訣嗎? 想擁有美好的人生 最起碼不要欺詐人 甚至必須主動造福鄉里 相信這些道理他是知道的 只是他沒有能力 因為他還是很愛淺 還是很自私 不過當他遇見主耶穌之後 深切知道 這個是他所要的生活模式 他決定捨棄表面的東西 他要的是有深度的生命 這些讓他產生了行動力 因為殺該心裡的自我對話 他已經完全突破生命的困境 他說 原來我的人生還有重新開始的可能 而且我的生活模式可以重整 可以改變 不僅如此 在我生命裡 竟然產生了一個行動力 突破困境 基本上並不困難 重要的是心態 是一種健康和健全的態度 或者你這個時候所遇到的問題 比殺該這位人兄更甚好幾十倍 百倍 但是這些問題 只不過是人生裡某個過程的住腳 就好像一個一歲的小朋友 在學行路一樣 總是跌跌撞撞 我們沒有辦法拒絕這種成長的過程 總有一天 他是會長大的 又好像白天和黑夜 或者是一年之間的四季 總是會經過春、夏、秋、冬 之後會發現一年裡的風景 竟然是這麼多姿多彩 人生裡的問題並不少 但是總會有解決和過去的時候 重點是你如何看待你所遇到的 都有種種的困難 接著她的肚子